嗨大家好,我是Jeryl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面試必問的三大題 面試官您好,我是Jeryl Jeryl你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最印象深刻的一本書是什麼? 為什麼嗎? 什麼?我根本都沒在看書 我到底該怎麼回答?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到底該如何準備面試 在加入HLA之前,其實我參加了許多實習 每次在應徵實習的時候都有經歷過許多可怕的面試體驗 而自己在加入HLA之後,我也總結了面試官總共會詢問的三種問題 第一,自我介紹 每次面試的一開始,面試官總會先叫我們先做自我介紹 當然,每次自我介紹的時間可能會請您用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不等 所以大家都要先準備好每一個版本的自我介紹喔 而相信大家自我介紹的經歷已經非常的豐富 切記不要使用流水上喔 畢竟用流水上的方式比較難讓人記得 因此也建議大家可以用歸納的方式來做自我介紹喔 大家好,我是Jeryl 以下我要用三樂來介紹我自己 樂分享、樂挑戰、樂學習 第一個,樂分享 目前擔任HLA約快兩年的時間 除了希望在HLA的專業上可以持續精進之外 也希望可以藉由Youtube的頻道來分享我在HLA的所學 因此我創立了Super General的頻道 目前的訂閱數大概有六百多人 雖然成績還沒有那麼的亮眼 但是也希望可以持續的努力讓這個頻道越做越大 本更多HLA相關的知識、經驗分享給大家 第二個,樂挑戰 其實以上就是藉由歸納的方式把它歸納成三點 讓面試官比較好記得你剛剛說了什麼 以及可以藉由你剛剛闡述的內容 進而去追問面試官有興趣的問題 但假如你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自我介紹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你的方式喔 畢竟自我介紹主要就是讓面試官對你產生好奇 進而去詢問你更多更多後面的問題 大家也可以發明自己讀到的自我介紹方法喔 第二,職能問題 職能,升任該職位所需具備的能力 我把它視為軟實力 不知道什麼是職能的夥伴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 看看上一集所介紹的內容喔 職能問題比較像是問你過去的經驗 你遇到這種狀況 或是你之前是怎麼處理的 可以請你分享你過去最印象深刻的團隊合作的經驗 你在團隊中擔任了什麼角色 以及你的貢獻是什麼 那最後團隊合作的結果是什麼 其實有沒有發現我這個問題怎麼那麼長 但通常面試官不會問那麼長啦 主要就是會用追問追問的方式 把整段問完 因為我們主要就是瞭解你的 START 你是怎麼闡述的 因此不知道什麼是START的同學 也可以點進送上的資訊卡看看START的那一集喔 大家就可以先把面試官可能會問的問題準備好 並且把你的過去經歷一一的對應 來想想你到時候要怎麼回答 那當然你不可能準備到所有面試官所有的問題 因此你可以把你可能相對應比較像的答案放進去 畢竟經歷就這麼多 你可以講的就這些 你就把它塞塞塞看 可以符合到哪一個問題 就把它放進去回答就對了 而且我們可以有事先準備好相關的問題 你在面試的時候就比較從容不迫 就比較容易緊張囉 有時候猜對的時候覺得蠻爽的 你也可以從面試官的口吻當中去了解 它是要問你過去的經驗還是問你未來的想法 那假如說問過去的經驗的話 那大家就要切記不要使用我覺得啊 假設我未來成為一個領導者 我會怎麼做等等的 而是要用你過去相關的經驗來回答 假設的旅器例如 假如我帶領一個團隊的話 我會 我覺得我應該會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大家都說我是一個有創意想法的人 例如我之前在圈圈圈公司熟悉時期兩個月 被賦予一個任務就是要舉辦一個健康促進的活動 並且結合劍走 並且把這個活動推廣給全部公司的同仁們 以往劍走的活動大家應該都會想到 可能跟累積部署有關啊或是抽獎啊 累積點數等等的 但是我希望藉由團隊的同儕壓力 來讓大家可以更願意的去走路 因此我結合了團隊以及遊戲化的方式 最後我又累積到破萬人的參與 並且每人每天達標7500部的達標率有八成喔 所以大家在形容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的時候 記得用過去的經驗來闡述自己來證明喔 剛剛以上的問題比較是問過去的經驗 那麼假如想要問你的想法或是你的專業的話 那麼就會是下一種類型的問題 問題3 創意專業題 這個問題就是要看你的硬實力夠不夠了 主要問你的專業或是你的想法囉 而且這種問題通常會為你應徵的職缺而有所差異 例如假如你今天要應徵一個金融分析師 可以請你分享一下過去你最印象深刻的財新新聞是什麼 那你的見解是什麼 假如你應徵的是一個行銷專員 可以請你分享一下你覺得最有創意的行銷campaign是什麼 為什麼 假如你應徵的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可以請你分享一下你過去曾經使用的程式語言 那你實際應用在什麼地方 大家可以先準備好好幾題 想想看面試官可能在這個專業會問你的什麼問題 來做好準備 這樣你被問的時候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囉 切記因為時間有限 可能一次面試都只有30分鐘 因此大家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非常的精簡喔 接下來是快問快答時間 問題1 面試我該如何穿 其實跟履歷的大頭照一樣 你想帶給企業什麼樣的感覺你就怎麼穿 但最安全最安全的還是穿正裝西裝為主吧 問題2 面試前多久抵達面試會場比較好 通常我過去的面試經驗我都會在半小時前 在面試會場附近繞一下準備好自己的心態 然後在面試前抱到10分鐘進去裡面 讓他們知道我是非常的準時甚至提前到 問題3 面試時需不需要帶履歷 通常面試官那邊都會有大家的履歷 但是我的話我還是會背個幾份在我的包包裡 因為以防到時候面試官可能多了幾位 那麼我們就可以適時的拿出我的履歷表給他們看 然後你有一些作品其實會想要展示給面試官的內容 你也可以帶在身上 然後適時的交給面試官給他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一個喜歡、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喔 下功出來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最難回答的面試題 如果有的話分享在下面讓我知道喔 其他呢也可以幫大家想一下 到底有什麼回答比較好呢